這個大家知道說有VNT的疫苗 雖然時間 未定 開打的時間也未定 那不過這次在 已經要開始列入我們這一批這個預約內的人 那現在恐怕就沒有辦法去預約 不是 去預約 去醫院登記 所以我們就把他開到8月31號這邊 可以打的這些人 若不想打 想要等VNT 那8月31號下午4點以後 仍然可以 來做預約登記 如果他沒有打的話 那另外一個 這兩個有點混亂 那另外 就是8月28日 今天下午2點 就等一下就開始 那想要打這個VNT的就可以來做 意願登記 那對象就是18歲以上 那民眾可以做這個意願登記 12月12歲到17歲 在學的學生 那我們用造冊 到校的方式去施打 所以在這裡面就不用 12到17歲的話 就不用 來做意願登記 我們會做造冊到校施打的方式 來做 這樣應該可以 就想要打VNT的人 現在但還沒有打的人 所以都可以在等一下2點就開始做意願登記 那有一部分人 因為他已經是列在我們第七期 可以施打的人的 這一部分 那他可能等到這一次 他沒有來預約 也沒有 或者沒有來打 那8月31號下午4點以後 也可以來做意願登記 那因為離施打的時間 都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這兩者都互相不衝突